发烫狂魔秋鱼夫妇又每周准是虐狗了 知道老婆大人怀上小宝宝的于可爱 一看到老婆就激动的说不出话 千言万语都抵不过一个紧紧的熊抱啊 于可爱还深情的说 他一直在等待这个幸福的瞬间 演播室里的感性男MC拿着小手绢 又要忍不住被感动的哭出声了 不仅如此 秋刺劝还自报了怀孕决定性的那天 原来就是逆咕逆咕拍海报的时候 看来于可爱那天不仅仅拍海报不老实啊 不过那天于可爱之后喝醉了啥也不记得 如今也只能想起来自己那天吃了不少鲍鱼 要感激鲍鱼一下大家都笑翻了 秋刺劝还实力用演技情景在线了艳遇时的表情 自己都被感动得泪汪汪 这么感人的场面演播室里的MC当然又忍不住要哭 只能说这位男MC感觉你很有故事的样子 灯光话筒准备好 说出你的故事 于可爱一直以来的早生贵子愿望就要实现了 你们也可以等着秋鱼夫妇 带着宝宝一起撒狗粮了哟